我們休息一下吧 主席 要不然調整 那你們少講兩分鐘好不好 那休息好了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體先生小姐各位官員大家好 我們發現我們黃詹偉當詹偉以後 時間的控制這邊又多裝了一個時間 所以我應該以這個為準 好 那我們請這個陳主委 陳主委 許委員好 主委好 我今天早上有來提案說明 我也看你一直點頭 也就是這個娛樂的娛樂 娛樂娛樂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觀光的資源 也是我們農民 可以來闖出第二篇的一個產業 那請問主委您對我這個提案 您的初步的看法如何 我支持 我支持這個許委員的這個提案 但是我們在協商的時候 我們會對於某一些執行上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交換意見 這沒問題 這沒問題 所以大體上原則上是 對因為我們一個產業沒有辦 不可能 這個五六十年來都不改變 對 那因為 因應我們台灣的開放 這個觀光漁業 是我們要發展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而且不能夠 這個 瞻前顧後的去發展 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在部隊當兵 我們有海防的部隊有沒有 是 現在沒有海防部隊了 是 現在是海巡署 海巡署 所以時代改變了 對 海洋是我們現在台灣可以走向海洋去 啊 娛樂 然後捕魚 走向海洋的一個機會 是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賴主委 在這裡能夠大力的支持 來規劃更多多想 謝謝 我們大家一起來推動 對 我想這個娛樂漁業 應該可以讓漁民可以 有一些商機 因為他們可以來轉型 來進行這個 啊 就像我們現在農民有些時候 種那個 啊 這個讓休閒的農業一樣 是 那是一種休閒漁業 這個概念推展出來 所以是本習一個 一方苦心 那可能條文還不夠那麼精準 還那麼精密 畢竟我的團隊還是能力有限 所以 謝謝委員 來往這個方向來修正這樣子 是 那麼第二個問題 啊 我們這個 啊 富裕的活動現在是如有如土在展開嘛 齁 那我 我預計是到七月嘛 齁 是 所以我們在七月的時候都會 啊 有強力富裕到兩百海裡嗎 兩百海裡的經濟海域裡面嗎 目前海巡署齁齁 的原則就是 是 漁船在哪個地方 我們的海巡就在哪一個地方 那麼 你要跟漁民講 對 也就是說兩百海裡是我們的 專屬經濟海域 只要沒有進菲律賓的 零海 包括巴丹島的零海 十二海裡 對對 我們都可以去捕魚 是 兩百海裡 那麼漁民既然有權力去捕 那菲律賓的漁民也有權力來 啊 我們這個巴斯那個 柔軟筆外海來捕魚 只要不進台灣的領海 那這樣就是要形成 菲律賓跟台灣之間 彼此的一個談判的必要性 沒錯 好 那因為有這個事件 我們會強力的賦魚 強力賦魚現在是有三艘 那這三艘 我個人認為我們考量到 我們這個油料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可以靜態的 在附近 這個不必像行回的計程車一樣 我們可以靜態的 那我們如果靜態的話 現在漁民跟我反應 他們要報案 最有效要靠漁業電台 對 漁業電台 我去交通委員會去質詢 業部長 他跟我講說 他們的GPS 只對商船 對漁船他們 是你的業務 叫我今天來質詢你 是 所以我這個問題 我又來了 我那個所謂的岸台 是按照我們漁業法 我們在台灣有12個 岸台 這個岸台 就海岸的岸 這個岸台 24小時可以做通訊 那這個通訊問題是 就像計程車的那個 那個台 但是我們現在齁 可能要調動空軍 可能要派遣海巡署 我們可能要 這個說就對 政府各個單位啊 你一個按台 我也在電台講節目啊 我去打電話去跟漁業署說 你要趕快派傳他會派嗎 他不會派嘛 一定說要跑公文嘛 一定是就出這個問題啊 所以主委您對這個問題 有沒有一個單一窗口 我們一接到訊息以後 馬上通報海巡署 海巡署是 海巡署也只是海巡署而已啊 現在可能要空軍協助啊 海巡署有一個 國家搜救中心 那是海巡署嘛 但是有時候海巡署來不及 必須要空軍出動嘛 有時候必須要 這個救援 要直升機嘛 所以 你這個必須要 海巡署 對 one stop 單一窗口 對 設定一個單一窗口咧齁 然後 讓漁民 透過這個 手機啦 電訊咧齁 通報這個one stop 那就可以啦 是 你們這個機制現在設定了 我們請漁民通知岸台 然後岸台直接這個訊息 就會進到海巡署 這個 整個單一窗口的 收救跟 呼籲的 這一個 那這個sop是怎麼樣 你大概跟我 這個說 可是我們一接到 有 漁民的訊息 在岸台裡面 我們馬上通知海巡署 那在海巡署 那還是要海巡署來處理 是 那如果說必須要 要動用空軍的直升機 還是要海巡署去處理 對對對 因為我們的岸台 就等於是計程車的基地台一樣 所以你們現在是靠 按照漁業法 按照漁業法設的 那海巡署如何去確定 這個報案是真假 對對對 齁 然後 這個時間要多久 距離多遠 齁 所以你必須要岸台再交給海巡署 對 海巡署再交給空軍 或是其他的單位 不用交 不用交 需要的時候他們就開始作業 那 如果可以在鄰近展開 富裕的話 他們自己的海巡間就可以去 我想這個作業 我們政府 這個 海巡署的副署長 他應該 都可以去 那我們為什麼有岸台 這個岸台是因為比較親近 而且 幾乎他在外面作業 他都跟岸台在聯絡 齁 然後跟附近的漁產在聯絡 這是按照漁業法所設定的這個 在海 岸上的一個通訊 所以他如果說假設 他在 巴丹島附近 受到 搶劫 齁 威脅 然後呢 他必須要 通知我們海巡署岸台 然後你們再通知海巡署在附近的 附近的 這個軍艦 他通知我們漁業署的岸台 那我們會把這個消息馬上 傳到海巡署 傳到農委會 傳到所有的 這個外交部的單位 像我們前幾天那個 越南漁船 他一呼救以後 馬上找外交部 駐越南代表處 去求證到底 當時是什麼船 通過那一個區域 所以這個SOP的系統 現在已經建立了 對 那有沒有更 廣為跟農民 跟漁民 有有有 漁民都很清楚 因為這個機制非常的重要 是 最後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兄弟說 我自己接受 太過分了 嘿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呢 這個禁載活情在市場上 是 我們基隆 還有貪商抱怨連連 這個品質不佳 還有那個屠宰場 分配不均 屠宰的速度過慢 等等這些 主委您怎麼處理啊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 特別只有一個小組 有這樣的狀況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排解他們的困難 在過去幾 大概將近三個禮拜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 許多配合的 這個 攤商 他已經 跟屠宰場 跟 這樣子的這過程裡面去做 而且這個工作 我覺得是非常的重要 對於消費者的 這個 食品安全衛生啊 現在 攤商跟基隆 他們反映說配套措施沒有做好啊 有 我們有很多 很多這個 他們屠宰的速度 還有他們要到哪一個屠宰場 還有他們 屠宰回來的機支 有送到餐廳半天就 其實這個 其實這些都不是事實 還有冷藏設備也不足 這些都不是事實 我跟業者講 如果 如果他們是一直認為這樣的話 消費者對他們的產品就會產生不信任 所以 所以 在很多 整個解決的配套上面 我們會裡面 養肌協會 跟中央協會 都已經做了非常多 所以你覺得他們指控都是不實 對 我覺得 本席絕對懷疑 您要叫去查證一下 我們有查證 我們有查證 在我們標準做的程序裡面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好 謝謝主席